论语 庸也第六 子曰 庸也何时难免 孔子说 庸可以当政治领袖 众公问 子桑伯子 子曰 可也简 众公曰 居敬而行简 以灵其名 不亦可乎 居简而行简 无乃太简乎 子曰 庸之言然 众公请教有关子桑伯子的作风 孔子说 子桑护凡事求简便 众公在请教 本身态度严肃 行事力求简便 这样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 本身态度简便 行事也力求简便 岂不是太过简便了吗 孔子说 庸说的话是正确的 埃公问 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约 有言回者好学 不切态度不二过 不信短命死矣 今也则无 未闻好学者也 鲁埃公问 你的学生中谁好学 孔子回答 有个叫言回的好学 他不把怒气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不犯同样的过错 不信短命死了 现在没有这样的学生了 没听说过谁好学 孔子华始于其 人子为其母请诉 孔子曰 宇之府请义 曰 宇之于 人子宇之素无丙 孔西华初始其国 人子替他的母亲申请小米 孔子说 给他六斗四升 然有请求增加一些 孔子说 再给他二斗四升 结果然有给了他八百斗 此曰 赤之士其也 成肥马 亦清求 无闻之夜 君子周吉不计赋 孔子说 赤道骑国去 坐肥马驾的车 穿又轻又暖的棉袍 我听人说过 君子记住别人的穷困 而不增加别人的财富 原思为之仔 宇之素九百 词 子曰 吾 以鱼尔邻里相挡呼 原思在孔子家做总管 孔子给他小米九百斗 他不肯接受这么多 孔子说 不要推辞 多的可以记住家乡地方的穷人啊 此为众公曰 梨牛之子心且脚 虽欲勿用 山川其舍诛 孔子讲到众公时 说 庚牛的后代 长着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脚 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 山川之神 难道会舍弃他吗 子曰 魂也 其心三月不为人 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孔子说 魂的心可以持续相当长时间 不背离人生正途 其余的学生 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季康子问 众油可使从政也余 子曰 油也果 于从政乎和有 季康子问 可以让众油当官吗 孔子说 众油勇敢果决 当官有什么困难呢 曰 众也可使从政也余 曰 子曰 子曰 于从政乎和有 可以让求当官吗 答 求多才多艺 当官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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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为我辞焉 如有复我者 则无必再问上以 季康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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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庇裔的县长 季康子曰 对传达的人说 替我婉言谢绝吧 如果再有人来找我 我就逃到问水以北去了 我牛有急 自问之 自有执起手 曰 王之 命已服 私人也而有私急也 私人也而有私急也 我牛生病 孔子去探望他 从窗户握着他的手 说 我们要失去他了 这是命啊 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 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 子曰 闲灾回也 一单寺 一瓢影 在漏上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灾回也 孔子说 回的德行真好啊 一篮饭 一瓢水 住在破旧的巷子里 别人都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忧愁 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有的快乐 回的德行真好啊 染囚曰 非不悦子之道 力不足也 子曰 力不足者 忠道而废 精辱化 染囚说 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人生观 而是力量不够 孔子说 力量不够的人 走到半路才会放弃 现在你却是画地自现 子卫子下曰 辱为君子如 吾为小人如 孔子对子下说 你要做个气度恢弘的学者 不要做个智趣偏狭的学者 子游为武城载 子曰 辱德人烟耳乎 曰 有坛台灭明者 行不由尽 非公事 未尝之于眼之事也 子游担任武城县长 孔子说 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人才了吗 他说 有个叫谭台灭明的人 他走路不超捷径 若不是公事 从不到我家里来 子曰 孟之反不乏 奔而殿 将入门 侧骑马曰 非赶后也 马不进也 孔子说 孟之反不自夸 鲁军战败撤退时 他负负殿后 刚进城门时 他鞭策着马匹说 不是我敢殿后 是马不肯快跑啊 子曰 不有铸驼之命 而有宋昭之美 难忽免于金之事矣 孔子说 不重视铸驼的口才 却重视宋昭的美貌 魏国在当前各国争强的形势下 恐怕免不了灾祸了 孔子曰 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私道也 孔子说 谁能走出户外 不经由门户 为什么做人处事 却不经由我所提供的正图呢 孔子曰 执圣闻则也 闻圣执则始 闻执彬 然后君子 孔子说 执仆多于问世 就会显得粗野 问世多于执仆 就会流于虚伏 问世与执仆搭配得宜 才是君子的修养 孔子曰 人之声也直 往之声也信而免 孔子说 人活在世间应该真诚 没有真诚而能活下去 那是靠着侥幸来免于灾祸 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孔子说 了解做人的道理 比不上去喜爱这个道理 喜爱这个道理 比不上更进一步去乐在其中 孔子曰 终人以上可以遇上也 终人以下不可以遇上也 孔子说 终等资质的人愿意上进 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 终等资质的人自甘堕落 就不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了 凡池问智 子曰 物明之意 敬鬼神而愿之 可谓智已 问仁 曰 仁者先难而后祸 可谓仁已 凡池请教 什么是明智 孔子说 做好为百姓服务的事 敬奉鬼神 但是保持适当的距离 就算明智了 又请教 什么是行人 孔子说 行人的人先努力耕耘 然后才收获成果 这样可以说是行人了 子曰 智者要水 仁者要山 智者动 仁者静 智者乐 仁者受 孔子说 明智的人欣赏流水 行人的人欣赏高山 明智的人与物推移 行人的人安定稳重 明智的人长宝喜乐 行人的人得赏天年 孔子替 孔子说 齐一变 智于鲁 鲁一变 智于道 孔子说 齐国只要一改善 就能达到鲁国的教化水准 鲁国只要一改善 就可以达到周初的王道理想 子曰 孤不孤 孤哉 孤哉 孔子说 孤这种酒气 已经不像个有棱有角的孤了 这还是个孤吗 这还是个孤吗 在我问曰 仁者最高之曰 仅有人焉 其从之也 子曰 何为其然也 君子可视也 不可献也 可欺也 不可亡也 在我请教说 行人的人如果告诉他 井里有人可取 他会跟着跳下去吗 孔子说 他怎么会这么做呢 对一个君子来说 你可以让他过去 却不能让他跳进 你可以欺骗他 井里有人可取 但不能诬赖他 分辨不了道理 子曰 君子博学余文 曰之以理 亦可以服判以服 孔子说 君子广泛学习文献知识 以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样就不至于 背离人生正途了 此见男子 此路不悦 夫子始之曰 于所佛者 天艳之 天艳之 孔子应邀与男子相见 此路对此很不高兴 孔子发誓 孔子发誓说 我如果做得不对的话 让天来厌弃我吧 让天来厌弃我吧 此曰 中庸之为德业 其至已乎 明显久矣 孔子说 中庸这种德行 实在是最高的了 长期以来 百姓很少能做到的 子贡曰 如有博师于名 而能记众 何如 可谓人乎 子贡说 如果有人普遍照顾百姓 又能确实记住众人 这样如何呢 可以称得上行人吗 子曰 何事于人 必眼圣乎 遥顺其由病诛 扶人者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尽取辟 可谓人之方也已 孔子说 这样何止是行人 一定要说的话 已经是成圣了 连遥顺都会觉得难以做到 所谓行人 就是自己想要安稳立足时 也帮助别人安稳立足 在自己想要进展通达时 也帮助别人进展通达 能从自己的情况来设想如何与人相处 可以说是行人的方法呢 不想要进展通达时 垂直达时 感谢观看